大家好 今天是每期时间6月18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时间周四下午 在白宫和州长召开了有关小型生意的圆桌会议 会议在白宫的餐厅举行 参加的州长有俄克拉河马州州长凯文斯蒂内 和内布拉斯科州州长皮特·里克兹 伴随着全面开启 美国的东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 特别是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州都有疫情反复 而纵观美国全国已经从4月的高峰中走出来 7天平均新增数大幅下降 今天川普召开的圆桌会议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会议回顾了美国中小型企业援助资金PVP 对中小型企业的帮助和保护就业的巨大作用 和以往不同 川普在会议结束时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美中关系跌至无底之际的6月17日 双方在夏威夷举行了低调 漫威17小时的彭洋会 结果不出所料 中美双方人各说各话 甚至各自摊牌 尽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8日表示 杨洁篪再次承诺 愿兑现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的所有义务 但这难以掩盖中美逐渐脱钩的现实 美国总统川普18日再聊狠话 推特贴文称美国的确在各种不同情况下 都保留了与中国完全脱钩的选项 据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17日先后到联邦众议院筹款委员会 与联邦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 他说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没有减弱的迹象 这仍然是很好的协议 但川普总统似乎并不这么想 他18日在推特上说 这不是莱特希泽的错 可能是自己说的不够清楚 事实就是 美国的确在各种不同情况下 都保留了与中国完全脱钩的选项 这已非川普近日来首次说要与中国脱钩 早在5月14日 川普曾首都表示 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包括全面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隔天在玫瑰花园记者会上又说 协议的默契未干 新冠疫情就来 而贸易协议某种程度上 自己也不像当初这么喜欢 暗示可透过施加关税或撕毁协议方式 惩罚中共 在疫情通报上刻意延迟 18日 在彭扬会举行仅仅一天后 川普的此番表态也预示着 美中博弈将愈演愈烈 中印边界本周发生冲突 印度18日对牺牲军人举行了隆重葬礼 印度民间则已陆续出现了反中情绪 在新德里有民众手持图习近平及解放军图像游行至中共大使馆示威 更表示要抵制中国货 有人愤然地将中国产的电视机丢下再给人见他 中印军队15日晚间在具有主权争议的高海拔拉德克地区边界 爆发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冲突 印度历史最久且发行量最大的印度时报更指出 至少有63人遇难 其中有43人为解放军 CNN引述印度消息 解放军持狼牙棒对印军进行偷袭 更有印度军人遭搭打伤跌入河中失去年轻的生命 冲突发生后历日 中共央视还刻意播出解放军在西藏军演的片段 令事件持续升温 印度防长辛格随后与印度外交部长与军方会面后 传出授权军队可在紧急情况下开火的消息 印度总理莫迪也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作为回应 CNN引述印度军方消息 事件起因是由于解放军在加勒万河谷新建建筑物 印度军队到场拆走 中共军人随后手持石头及狼牙棒夜袭 与没有准备的印军爆发冲突 据路透社18日获悉的卫星图片显示 中印发生边境冲突之前 中共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的基建活动显著升级 这组由地球影像公司提供的卫星图片 与中印发生边界冲突的一天后拍摄 但仅与一周前的地貌相比 中方在当地加宽道 甚至截断河流的活动显著增加 另据印度时报引述消息时的话称 印度政府正在讨论对主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 消息称 尽管印度政府目前还没有最终敲定 但其重点将放在减少对非必要物品的进口 目前印度进口商品约14%来自中国 中国首都北京正在陷入新一波的新冠危机 尽管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吴尊友最新声称 疫情已经控制住了 但外界认为这只是中共惯于维稳的说辞 反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表态 较为真实地反映了疫情的紧张情势 接连地称进入非常时期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雷日来全市开展了核酸大排查 全程进入了半封城的状态 北京成为新一轮中国疫情的暴风眼 有中共大外宣评论认为 蔡奇可能成为第二个王岐山 如果疫情处理得当 在中共二十大上高升 不过这次疫情真相慢慢受到质疑 外界认为尽管北京智力精准防控 但难以防止病毒攻克中南海 党媒近日撰文称 北京是中国首都 首都吴小市 事事连政治 这句话是北京官场的民规则 北京政府以及蔡奇 对于北京疫情的处理是否得利 事实上是中共高层 衡量它行不行的重要指标 文章认为 对于一个地方的执政者而言 能否处理好危机 往往成为其仕途更进一步的关键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03年 王岐山临危受命 被中共高层紧急任命为 北京代理市长 后来抗议有功的王岐山 赢得了救火队长的称号 也成为他日后高升的政治资本 相对而言 文章认为在中共官场 蔡奇身上的争议可能是最多的一位 若此刻北京政府处理妥当 显然将成为蔡奇的加分项 现年65岁的他 有极大的可能在2022年的 中共二十大上更进一步 但蔡奇面临的情况 与王岐山必紧经非西比 有分析指出 当局想透过大数据 和局部地区大面积核酸排查 采取有别于先前武汉 一刀切的封城模式 进行所谓的精准防控措施 主要是由于北京的特殊地位 当局恐惧北京疫情蔓延 将对其政权造成巨大冲击 至于疫情本身对民众造成多大损失 中共其实并不关心 但即便中南海戒备再延 都不可能做到长期的百分百防范 中共高层无论如何使用特权保护 都难以避免被病毒攻破中南海大门 如此说来蔡奇要想成为第二个王岐山 可能要泡汤 日前北京当局发布了 六类人员需要进行核酸检测的通告 如果没有核酸检测报告 以后可能就得下岗或停业 结果就造成了各检测点人满为患 据悉有的核酸检测点挂号 已经排到了9月 据财新网报道 全北京市正在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划分成六类阴检进检人员 包括新发地设议市场、设议社区相关人员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等 目前北京市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机构有98所 每天最大检测能力约为9万多人 北京医院、幼安医院等多家医院均表示 无法在前台挂号 建议通过公众号或1114预约 而在小庄医院 核酸检测预约已经排满至9月15日 由于上述这六类人员必须要进行核酸检测 否则可能会面临下岗停业 因此大家为了生计 不要命也要进行核酸检测 因此民众都不顾及安全距离 每个核酸检测点都拥挤不堪 极可能出现聚集性交叉感染 在北京某检测点 排队的人龙望不到边 虽然在室外排队 但都是人贴着疼 有网友质疑 这是在防控病毒还是在传播病毒 还有网友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核酸检测准确率高吗 真的可靠吗 此前捷克西班牙寄口中国产的核酸检测试剂盒 据说准确率只有25%到30% 这样的检测真的有用吗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的一个讲话 最近在推特平台放出后 在华语世界广为传播 虽然不清楚她这个讲话的时机和背景 但讲话提出的换人已经引起了外界共鸣 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 近日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也表示 中国目前诸事不顺更换领导人是给国家的一个机会 时评人士邓玉文撰文分析 这种让习退位的声音在今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集中表现出来 习上台已有7年多 全市如日中天 是在十九大及之后的一段时间 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开打及双方敌意的加强 习的权力受到外部第一次真正挑战 这给党内权力的洗牌带来机会 但若说此时党内高层能够将习赶下台 是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力量 习权力第二次受到较大挑战 是香港去年5月开始的反送中抗争 这对习近平权威的打击是很严重的 人们首次发现 他的权力只能在罗湖关口以北采取作用 国内民意对他很不利 倘若这个时候党内有力量发起对习的不信任投票 虽然不太可能会罢免他 但他也会对他产生很大的制约 可惜10月的大阅兵让人们看到了习对军队的掌控 文章分析 习最近一次也是最严重的权力挑战 是在今年2、3月的新冠疫情 武汉封城和疫情的全面扩散 包括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 被传播后导致的天怒人怨 让习政权和中共的野蛮无能完全暴露于世 习本人更是颜面扫地 权威急剧坠落 以致他不得不出来回应社会 自己是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那段时间的新闻报道里 习甚至不敢写上 以习思想为指导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信心 做到两个维护之类 陈词烂调 假如此时 党内的改革力量 特别是政治局内 有人借明星名义的完全变化 提出重新评价这届中央 检讨18代以来的路线 应该会得到社会广泛的回应 这是最有可能拉他下马的一次机会 文章最后写道 最近的名义也有利于习 而非改革派和自由派 在这种情况下 除非未来出现大的社会经济危机 引发民意大反转 给党内改革派和自由派带来机会 否则看不到党内有什么力量 能够迫使他下台 所以要想让习下台 目前看期望于 中共高层处于拯救国家的使命 是没有用的 只能靠外部压力 引发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 还有一些可能 美国商务部日前宣布 将允许美国企业与华为 就5G网络标准制定方面进行合作 举止看似于去年5月 将华为列为实体清单的强势 态度迥异 但CNBC报道称 美国商务部此举 明显就是冲着中国标准2035而来 代表华为就算能生产5G网络设备 但整个产业的标准 美国依然要参与 不让中国全盘独占 报道指出 网际网络标准指网络有关技术 及方法的规范 让所有网络相关设备得以接轨 例如一部手机在世界各地的WiFi都能接收使用 就是标准规范的结果 美国及欧洲的科技业者 一直是现在及过去几代网络的标准制定者 但随着新一代5G网络的出现 目前标准尚未制定 而此时北京推行中国标准2035 就是要成为下一代网络的标准制定者 这引起西方的戒心 更糟的是 美国去年将华为列入黑名单 限制美企供货华为后 美企能否参与华为是一份子的标准制定讨论 依然悬而未决 如果美企在下一代的标准制定中缺席 美企的竞争力势必被削弱 因此报道称 商务部的决定意义重大 代表美企将继续参与下一代的标准制定 美国资讯科技业协会亚洲政策主管威尔逊 就对此表决 表示欢迎 称让未给向华为这样的公司的话 除了中国公司以外 没有任何人能分享利益 因此美企能否参与至关重要 影响促使跨国公司重新定位覆盖全球的供应链 瑞士银行一项新调查显示 许多制造商将供应链迁出中国 可能有高达7500亿美元的出口额将会重置 福克斯财经网报道 根据瑞士银行对企业财务主管的调查 在中国拥有制造业务的企业中 有76%希望至少把一部分产能移出中国 调查还显示 并非只有美国公司想搬迁 85%总部位于北亚的公司 以及60%中国厂商也表示 他们正在计划从中国至少移出一部分生产线 合计这三部分 中国每年2.5万亿美元的出口额中 有30%可能会转移 总值达到7500亿美元 在接受调查的公司中 有92%的医疗保健公司 和89%的消费必需品公司 以将产能转移出中国 或计划这样做 对北亚和中国企业而言 最希望将产线转移到日本 他可能是供应链外流的最大受益者 其次是越南和美国 如今随着中国疫情复燃 加上世界各国努力追求经济独立 纷纷想要把生产线迁回本国 供应链撤出中国将势不可挡 好了 以上是万美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视频下方 跟我们留言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